大家好,我是北京北京记忆 提起北京小吃,一定要提北京小吃界的泰斗人物 陈连生,陈老爷子 虽然老爷子名气非常著名 但他为人和善 我们几次交流 我已经和老爷子成为了忘年之交的好友 今年86岁的陈老爷子记忆力惊人 我受老爷子之邀 到老爷子府上受教采访 老爷子的过往经历一个比一个精彩 今天就让京城北京小吃店 这是老舍的夫人给您写 陈老爷子讲述 北京小吃的起源和为什么北京小吃多为亲真 您现在是四世同堂 现在从孙的没在这边 从孙的现在几个 三儿子 三儿媳妇 一个孙女 一个孙媳妇 俩孙子 光荣之相 大儿子当兵 当的就是兵 这个北京小吃在宣估 这是个历史决定 而且北京小吃魂名居多 当时你谈到为什么回民 对啊 对啊 这里面呢 也有政治因素 因为回民呢 在清朝以后 就不会重视 那么回民没有了 真正说有大财主 没有 不能说一个没有 几少 人当官的 所以宣伍 这是在解放前吗 对啊 历史 宣伍学会民呢 有叫八个神 两把刀 八个神就挑挑了 走街串巷 做小买的 买什么都有 买菜得有 是是是 八个神是指着那框 框 四个神 对 那么走街串巷 喝买买 喝小买买 有的收花盖也是 烧上 大小谷也是 反正总之 走街串巷 两把刀呢 是一把卖羊肉 一把卖切割 那么回民本身呢 这个精英能量肉 那是啥一特点 再一个呢 就是卖切割 所以就卖小吃 两把刀 所以这就是回民的历史 八个神 两把刀 说明当时回民的 比较穷 苹果 那么他在牛业居住 又没有地 又没买卖 又没钱 就是做点小生意 养家混合 有的呢 就做得比较好 为了自己的生存 就我经营这个品种 我就一定 尽心尽力感到好 你比如说烧饼 在北京卖烧饼的 太多了 尤其零件 这个过去啊 这个卖烧饼呢 真正在屋里烧 都是大街上 有个烧饼摊 穷人的 上 这个凉店 摄十斤面 摄点芝麻酱 芝麻 弄点 这边弄个桶子好 弄个面子 搁到马里边上就 就卖了 就干起来了 就干起来了 所以啊 他就考得比较精 那么他 因为 你也买 我也买 卖了很多 这就比 谁都爱系列做 争取多做 弄点钱 做点豆腐脑 做点什么 这都是小生意 用不了多少钱 所以呢 回民多数 做小生意 做小买卖 尤其做小吃多 炸油饼啊 烧饼啊 豆腐脑啊 这些个切糕等等 这些多 所以多数的 先武多数 集中在牛街 多数是回民 您知道我 61年去南德顺 小吃店的时候 嗯 百分之七十二 是回民 就去您的这个 工作率 哎 就是一百二十 百分之七十多 就是回民 而且这些回民 多数多数在牛街里头 我在六七十年代 牛街这所有门 我推门去 主要我的职工 甭管哪个胡同 我推门去 主要我的职工 所以啊 宣武区 卖小吃多数是回民 都这是历史形成的 那么卖小吃的人本身 为了养家户口 他做的叫精 单一品种 做的就是 我一年三百六千 老做这个 手脑生巧 那么另外 他为了自己 生存 养家户口 他就得 弄好了做 换精了做 所以北京小吃为什么精了 这个基础 不仅是我干 我的祖上可能干 我的下边也可能干 几代的做小吃的 都干这一件事 卖这一个品种 几代传计的都干 所以啊 这就是 北京小吃 它的发源力 就是在 教务区 也不说 在穷人区 比如说 怎么没有 比如说就是 单一产品 您既然说 做的很精啊 怎么就没有一个 什么 什么 张巨雷达滚 什么独立的 说就是这 就是这 这家 就做这个 它名号 都没有 有啊 有啊 哦 一边现在 卖奶酪的 有个奶酪味 哦 这也很有名 他们家也是 几代卖 也 这个 这个 奶酪味 跟我同样的呗 前几年去世了 现在的儿子接了 现在在牛街 卖的也不错 幸贵啊 也进了超市了 叫奶酪味 嗯 一边说 卖焦天 叫俊王 俊 那个俊那个王 俊 俊 叫俊王 为什么叫俊王呢 因为他焦天 非常有名 人长得非常漂亮 男的 男的 他那个买卖叫 德行斋 人们都不叫德行斋 一说他买俊王 买焦天 这个俊王 要代替他那个自豪 哼 现在呢 他这个姑娘 这个也气色了 好 干了一段现在干不了了 这个那天 我问他 我说怎么说 拜拜 您说我 住那么长远 我这么大岁 说 我忘记没人干 我这干就是 勉强 现在 拜拜也不怎么样 这算是 这个俊王本身就是 烧盆土 脑盒土 这边卖烧盆土 卖烧盆的 也很有典型 专门卖烧盆的 另外一个里边 卖羊头肉的 也是一辈子 几辈子卖羊头 就装门买了一下 对 我接收了一个人 这也有个故事 你说这 我接收了一个洋葱马 这洋葱马 在我那 它是第六代 现在它家小五 应该算第七代 这些族族外边是卖羊头 在哪呢 狼虹头腰 有个大酒缸 狼虹二条 有个大酒缸 它每天呢 推着独立车 上酒缸头 卖羊头 很有名 咱们宣伍区的区长 叫蔡平 北京市服务局的 党组书记局长 叫丁铁峰 这两人地下党 过去拉车 或者什么地下党 来喝点酒 所以就时常酒缸喝酒 买它的羊头 那羊头做的行 但是 1952年呢 对司开始改造了 最后这个叫马尤坤 我特别不干了 改造我不是工人阶级当店 我特别当工人去吗 结果呢 他就到了北京香药厂 康德哥 哇 不卖了 有一天呢 蔡区长跟丁铁峰上往这去 有闲聊 几个人协调 不止他们啊 哎 过去郎郎二条 就是给卖羊头子 这还有没有 草莓了 人家不干了 哎 把他恢复了 哪恢复去 谁干呢 找着 找着在哪 我说 没什么 夏天公司找着 后来听说 他到了 艺术公司 当搬运工 哇 这种差距太远了 这丁铁峰呢 好 就跟北京市运输公司的经理 叫朱迪恒 嗯 书记姓孙 孙书记 打听 说哎 你们办公司里边有一个谁谁 过去干什么 嗯 结果一查 说在橡胶二厂 当装卸工呢 过来 怎么呢 他不就想当工人吗 回来让他当工人 就这么着 把他挖回来 吃饭是在我那说的 对 好 那么不应该归我这口 这羊头应该归富士 哦 他属于富士公司 完应该 好来 就咱们搁哪 我说搁我这 搁我这 你方便 就这么着 把羊头嘛 搁我那 那是刘二年 就把他挖回来 就把他挖回来 到我那了 现在呢 现在 还有 但是断断续续了 他那第五个儿子 经营这个 哦 这几年以前在南德上搞了一次展览 他出了个摊 我他那一瞧小伙子 我说你们老板呢 嗨 我说老板在家哄孩子呢 我说你打电话 一会儿陈白又叫他 哦 结果一会儿第二天来了 哎 我说他妈你 怎么不看着呢 他说拜拜 干不了了 家里孩子没人看 都有工作 得了 我说别去啊 他说你们家祖传呢 他祖传那一样 没人干了 这不让几个孩子 我说你可得经营这个 这个可是你们家的 对 别断了 这多少代人啊 但是现在有没有事 可能还有影子 偶尔有时候电视台找他 可能做点节目还行 他说这个东西做得精啊 就这第六大羊头马 马一坤在我那儿做 我亲亲看 他每天到屠材厂 这个屠材厂在哪呢 在现在的 有一个 那过去是老北京的屠材厂 北有路那呗 哎 这屠材厂啊 四个脚 一个脚在猪 一个脚在牛 一个脚在羊 一个脚在乐 好脚 就这折袋上 那么他到折袋上 摘羊这地方 那羊头多呀 他就 棒了 挑 脚 个儿大的 个儿大的 碎小的 漂亮的 白的 每天 二十个羊头 买回以后回家 吹毛 刷血 那相当细 这个羊头本身他刷的口腔 是刷子刷 把舌头震出来 一捏 弄得精到干净 毛退进了 都洗净了以后 可 水师一跑 打过 白水羊头啊 什么都没有 但是那比如 花椒 葱和姜 白水 各的过程 这二十个羊头 排序 那个个儿最大 口最老 下锅一个 这二十个羊头都 用手掐一眼 您看 都是那个老 哪个的 一个一个下锅 哇 不是一起下锅 哎 他成熟的时间不一样 耐火力不一样 要出锅了 他煮七成熟 拿不下的炸 看这个 这个 这个盖出了 捞出来 那个盖出了 他一个一个 下一个一个捞 我天 捞出以后 晾凉 啪 准备一掰 从嘴一掰 又到了 凉水里拔 拔那个衣血 把那个羊头肉里边的衣血拔出来 嗯 那么最后这羊头呢 有羊眼 嗯 羊脑 嗯 羊脸 口条 分部位 过去在我那卖的时候 羊眼 是定点有人买 羊脑也是定点有人买 不是说来了 您就 就没有 您得定 口条 信子 您得排队 甭管您多大任务 包括马里较什么 月通 他自己本身不 别人得带出去 才对 没有走后面说 您 给我下来 没那手 一天就卖二十个 多多不买 买完完 那羊头啊 他那个 脸子 切了以后 跟指身包 你能看见字 吃嘴里 它是脆香 它剔成手 不是烂的 脆香有条件 而且它片这羊头 每一片片 都带点皮 这连钻的 都带点皮 而且它的小料 自制 花椒 打料 这花椒 什么 那叫什么 丁香 打盐 这个 这些东西 都上后烤 你看那花椒吧 烤的 香味 香味 不能葫芦 那打盐也上后烤 那时候没有现在经验 那打盐里了 烤完以后 隔到腕子上 拿一碗 压 压碎了 然后锅锅 锅完锅以后再压 再锅锅 最后装在烤袋里 装在牛角里 方上 它那个小料弄得特性 这个 拿起来以后 您这羊头切了 过去没有什么瘦料 那没有 就一个一针包容纸 卷一脚 您拖着做人 但是在我那 多数都上桌了 哦 就上桌了 有些人比较 当然门口 卖个牌的时候 就是我今天有多少客户 我提前订了 应该给我上多少盘 口条 羊脸 现在羊眼 羊脑 都有人买 没人买的时候羊脸 我们过去 独羊脸 什么他 什么 独羊脸 独 独就是热菜 什么独羊脸 这么做 总之 人家做的是非常精的 所以能传承下来 过去他是 从养家户口 最后过渡到小康 他在南方街 路回 山河房 两个夫人 八个孩子 两个夫人 就凭买羊蟲 遇尾 天呐 所以他水开了 嗯 你去 想 两个老婆 嗯 哎呀 真是 这都是脆气布 是 老师 这些 如果后人不干了 也加上后人 您觉得这不断 现在呀 有一间羊头礼 羊头礼 大概是精英的 还不错 哦 也在牛街 不是 反正在哪开 反正有个羊头礼 哦 包卖羊蟲 那么这些东西就说明一个问题 你做的精 你就能发财 没错 你看小买卖 你说解放前两个老婆八个孩子怎么活 而且啊 你他卖完了以后不走 就到我们虫育馆 自个儿整个小锅子 在这喝点了 要不弄盲煲羊肉 自个儿喝点了 完了以后才 小鸟车推着回家 拿空间 现在那房子可能还没拆 还有没有 反正 肯定找他家小股还能找到 这就是说 像你说那个 有没有专的 有啊 专精啊 就是因为 不只是羊头礼一家 很多就是几代都经营这个品种 几代都经营这个 而且都是从小康 最后都发展到从小康 一大家的人 对 大家来就就就吃这个传承 所以 北京小吃精 就在于啊 单一品种 说 过去就是说 你这苦的什么 行到什么程度 你买豆汁 烧粉就一块豆汁 这一套 咱们三人 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陈老爷的讲述 北京斗争的起源 及诸多的精彩故事 请关注北京北京记忆 欢迎评论点赞转发留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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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